萝卜干大头菜 在吃惯了大鱼大肉的今天 不少市民在准备年夜饭时 也会配上一碟简单解腻下饭朴实的农家菜 近年来来自四川自贡的蜀中桃子姐杨队长 凭借着农家美食视频 在网络收获了千万粉丝 新城临近 记者走进四川自贡市 探访三农视频博主的独特魅力 蜀中桃子姐本名龚象桃 2018年开始拍摄做饭视频 如今她的丈夫 弟妹 甚至邻居都加入了拍短视频 目前蜀中桃子姐已经是 某短视频平台拥有2100万粉丝的博主 借助龚象桃的短视频 乡村里的特产走向全国 村民们提高了收入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拍这个做菜呀什么的都很紧张 然后不露面只露手的那种 然后就是第一次紧张到那种什么 把那个糖当成盐了 然后后来然后慢慢的 在妹夫啊表姐跟家人的鼓励下呢 尝试着去露面 然后露面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的 一说话脸就非常红 龚象桃介绍 拍短视频一路走来 仍有许多坎坷 一开始没有经济收入时 还曾想过放弃 一次他去钓鱼嘛 叫我和他一起去钓鱼 去拍了一次拍了一期这种 就是我跟邦春的日常对话呀 然后发了一期这样的视频出来之后 发现网友他们喜欢看的是生糊 不仅仅只是做菜 谈及网络带来的改变 龚象桃非常害羞 他告诉记者 自己曾经是一个只知道养猪 做饭的家庭主妇 拍摄短视频后自己变得自信起来 首先那就是人更自信了 经济更独立了 以前我就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 然后通过这个拍摄短视频之后 相当于现在是一个事业 是一个工作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了 就感觉自己过得更充实了 龚象桃还表示 今年有不少网友因疫情防控不便返乡 他和丈夫也正策划在除夕当日 发布一则农家年夜饭的视频 以解大家的相思之情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个视频出来 就是让大家在外地工作的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 就能够想起它 就能够缓解他们心里面的那种 那种乡愁 然后也可以给他们带去快乐 带去开心吧 来自自贡市贡景区吴宝镇的杨队长 本名杨尚辉 年轻时在深圳打过工 在老家卖过电脑 2013年又返回大城市 在某企业厨房做厨师 2019年回到老家创业 凭借自己丰富的厨师经验 选择做本地特色的 腌制大头菜和冷吃兔 他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乡村生活 原生态的自贡方言 紧紧剧和生活化场景的搞笑短片 在网络迅速走红 2020年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全年大头菜的销售额 接近千万元人民币 如今杨尚辉所在的镇上 也出现了好几位短视频创作者 粉丝基础都不错 新新事物 新业态 新媒体 自媒体 但是我们有很多身边 像我们镇上 很多现在做自媒体的 他就看到我们有一点的成功 觉得还是短视频 有巨大的潜力 然后他们 现在我们这上 就是在我之后 应该都有三四个了 三四个了 就是我身边 身边三四个 都是在几十万粉丝左右的 他们就发私信 队长 哎呀 我说 跟你老师 让 教我拍下视频 我说拍视频 你就把真实面展示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近年来 乡村慢生活 愈发被快节奏的都市人向往 以农业 农村 农民为主题的视频 持续在各网络社交平台 引爆流量 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 电商体系完善 越来越多 返乡青年 借助短视频带货农产品 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